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额外引人注目 而他们驾驶的飞机 也是历次航展上的明星 歼十战斗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打开国门后 人们发现 我国空军的装备水平 与世界之间的差距 非常之大 特别是战斗机 已经相差了不止一代 中国如果再不自行研制新型战斗机 将来会在未来的战争中 失去主动权 1982年冬天 52岁的宋文聪 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告诉他中央下令 重新研制新一代战机 北京要召开方案论证会 请他们派人参加听一听 宋文聪心里一动 觉得机会来了 宋文聪的模型 不仅之所以让人眼前一亮 跟独特的气动布局有关 这种布局叫鸭式布局 飞机我们现在大量看到的是正常式布局 它的平轨在这个机翼的后面 那么鸭式布局 它有一个小鸭翼机翼的前面 它起飞的时候 感觉像一个鸭子前面 一个小翅膀在哭 所以这起名叫鸭式布局 三代机获得高机动性的关键 主要依靠优化气动布局 当时世界上的三代战机 主要有两种设计方案 除了鸭式外 还有常规布局 外架边条的方式 应该说鸭式的和边条的比较 各有千秋 都是第三代战斗机的特点 比如说美国的 它就是搞边条的 我们搞的是鸭式的 这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从边条或者从鸭翼 这个捡出来的气流的窝 这个窝是一个稳定的墙窝 当气流经过压抑的时候 它就会在前面产生这个窝 这个窝贴着这个翼面过来 同时接着这个前面 它也有一个窝 当它们那个窝 偶合得很好的时候 这个窝又很强 就像龙卷风 产生了更大的生命 虽然研制监究时 曾对鸭式布局做过一些研究 但还处于初级阶段 这不免让人心生疑虑 商机部门指示宋文聪 尽快把设计方案细化 接受再一次的评审 一大飞机的方案拿出来 这还是需要再做很多工作的 我说做一年半 何不少说一年半 黄花菜都凉了 一年 我说一年就一年 那一年 那一年搞得可是绝骨的头 气动布局要细化 必须做大量的风动实验 模拟飞机在空中的状态 这是研制航空气 必不可少的步骤 这个是我们进行 高速风动实验的模型 由于风动里的速度和压力都很高 这个模型要做成金属 模型的外形完全按照飞机真实的外形进行制造 风动在当时是高端实验设备 一半研究所都没有 只能到大山身处的专业风动群 去做实验 你做风动实验 技术人 苗头人 领导 全上这个 那风动出来的数据 它没有机器 没有这个数字化的设备 它一个点一个点点 没有说哪次说是一下子成功的 只要看到这个曲线不正常 马上就停止 就要检查 能在现场改的 我们就在现场改 所以我们经常是带着功能师傅 一起去做实验 现场就是改动 一年之内 宋文聪团队做了上万次风动实验 终于拿出了坚实的总体方案 在评审会上获得专家的高度认可 之后又经过多轮的论证和修改 1986年 坚实项目正式上马 但是一进入细化阶段 人们就发现 坚实需要新研的设备和项目 远远超出了常规 因为通常研制一个新型的飞机 按照规律 它的新的东西不能超过30% 就是70%得是继承的 我们这个千石飞机 实际上它用的新产品 新的系统和新的技术 超过了60% 研制的时候定了很多 关键技术 就一数起来吧 都是几十项上百项 全是关键技术 在上百项关键技术当中 最具挑战性的是数字技术 三代机和二代机最大的不同 是不再使用机械操作方式 而改由计算机控制 这是一次革命性的跃升 也是三代机性能提升的 关键所在 上个世纪80年代 计算机技术刚刚进入中国 设计人员别说经验 你担心的连接 是三代机 练党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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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党的币 是个人的 询店 练党的币 询店 询店 就是 好的 这一句 询店 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谈不上三代机 但是飞机的安全又是首要的指标 该如何协调让人头疼 这时负责总体方案的科研人员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不再采用过去的机械操纵模式 而改由计算机控制 这叫电船飞空 以前我们飞机的这个各个舵面 是飞行员通过这个驾驶杆 脚蹬它的这个机械连接传动过去 那么电船操纵就不需要了 这个驾驶杆它的位移 把它变成电信号 通过电缆传动过去 电船操纵出现以后 它给这个飞机的控制 就带来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 改变飞机动作的舵面偏动 不再由飞行员直接操控 而是通过计算机的复杂演算实践 这中间增加了太多的不确定性 中国之前没有丝毫的经验 选择这一方案 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不能重复人家一步步地走 但是从事一定要比它先进比较好 这个刷新我觉得就是 你要有这个决心有这个有梦 和电船飞控系统一样 负责飞机航电系统的曾庆明 也遇到了计算机技术的拦路户 航电系统号称飞机的神经系统 通过它来控制飞机 执行各种战斗任务 二代飞机的航电系统相对比较简单 各个设备自成体系 但是三代机的任务非常复杂 之前的技术完全不实用 你要挂几十种武器 你要做这个对空对地 是不是呀 演成 俊成 各种运动 非运动的目标 你都要是很标准攻击 原来就老的飞机 不辨解就没办法了 要建立一个网络数换 从编制一套全新的计算机语言起步 航电系统的设计人员 一点点的往前螺步 从导航到通信 再到几十种武器的操作 都要编程软件 前后花了十几年时间 才完成航电系统的升级换代 我们每一个文件都是 几百页 上千页 所以这个工作量 是非常之大的 非常非常紧张 基本上就是加班加点 全天抛在这里 不断地修改 不断地接近 没有一个部件的设计 是一次性完成的 在设计领域 有一个专业名词叫迭代 意思是循环和反复式的前进 螺旋式的上升 坚实每个系统的设计 都经过了无数次的迭代 在很多人看来 创新是充满创造和趣味的活动 但对坚实的研制人员来说 唯人称道的创新 却是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的枯燥劳动 是咬紧牙关和步言放弃 每走一步都是你到满楼腹 你过不是这个坑 整个这个工程 就可能要垮台 今天干完了高市了 明天又炒了 连着转 但是当时大家都有苦 这个很高的心气 不觉得累 因为人真正兴奋的时候 你是感觉不到疲劳的 感觉那开始 真正极其燃烧的状态 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就绪 担任首飞任务的实飞员 是雷强 宋总当时就说了 你放心 飞机保证肯定不会出问题 宋总 你也放心 如果真的一旦碰到了 咱们都不想碰到的问题 只要飞机不是马上爆炸 就是摔 我也得想办法给你摔在跑道上 终于判断了首飞了 当那个总事办的工作人员 把那个首飞汇签表递到跟前 这样我代表总工医师签字的时候 我当时手觉得对着抖 出发的时间终于到了 承载着几代航空人的梦想 和数万人的期待 雷强的心跳越来越快 他坚持不让医生给自己量血压 怕超标不能飞行 很紧张 在离路之前我说不敢看 那时候你根本不太看他 快离路的时候非常紧张 谢谢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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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状况曾在国外多次导致摔飞机的惨剧 危急时刻 士飞员前学霖冷静应对 在落地之前再次把飞机拉起复飞 最后安全降落 避免了一次重大事故 一共花多长时间不到六秒五秒多 所以这个飞行员呢有时候说是命悬一线呢 除了不期而遇的险情外 士飞员还要为战斗机飞出各种操作边界 包括飞行高度 速度 过载 攻角 迎角等等 很多项目几乎就是极限运动 著名的空军士飞员李中华 曾经飞出了从一万米高空 俯冲直不到一千米的惊险动作 这绝对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动作 2009年呢F22同样的动作 俯冲的骑士高度比我们低 俯冲的速度比我们低 两千多米吧 最后他这飞机没拉起来 最后飞行员跳伞 结果伞位张开 结果一等事故 我亲眼看到士飞员牺牲 也都不止一次 就看轮到谁 没有谁拒跑 往往是什么 越危险 越来越上 我试的目的是什么 我试的目的是要把这块余地试出来 把这块余地留给谁 留给不对 在试飞的过程中 地面机务人员 也许是最不起眼的一群人 他们每天为飞机擦拭检查 试飞前做准备 试飞后做检测 没有飞翔的快乐 也没有攻克科技难关的成就感 但他们是飞机的一道重要保险 很多隐患都因为机务人员及时发现 而避免了事故 特别是遇到飞行故障时机务人员无论寒熟 部分昼夜都要尽快完成排骨 有一次系统有故障了 我们机务的弟兄们从早晨顶着星星过去 都干了两个多小时了 他们还没排好骨 他还觉得有一种自责的感觉你知道吗 那么冷 一口饭没吃 你就心疼就心成了这儿 就是他很辛苦 然后但是呢他还老自责自己 我觉得没有什么 就是轰轰烈烈的这些事迹应该做的 因为你的这个职责是这个 他们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在诠释什么叫责任 在几年的是非过程中 发现了大大小小 一千多处需要改进的细节 但是没有发生过一次严重事故 我们不要说一等 二等 连三等都没有出现过 什么叫三等 三等就是飞机省坏了 要返舱修理 修完了以后还可以用 就是这样的事我们都没有 2003年 坚实提前交付部队 这可以说是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 而这个奇迹 是由成千上万人共同创造的 坚实给人们留下的财富 却远不止一个跨时代的机型 一座中国航空工业的里程碑 对很多参与过这个项目的科研人员来说 坚实是他们人生中最深刻的记忆 也是最为真挚和热烈的情感所在 对